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又到夜晚了,和大家做桑普论证,6月27号的凌晨时分 说到6月26号,有两单比较重要的法庭新闻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说法庭新闻未必大家有很多的经历,但我觉得一定要温存这些记忆给大家的脑中 也希望将一些细节和大家回味,尤其是关于47人案内的求情片段 欧乐轩,赵家言,钟感伦,还有关于戴耀廷,他们究竟今天,即是6月26号,即昨天 究竟有什么新的论述可以和大家去回味一下 说这个之前,简单说一件,我觉得还是重要的第二件案件,这个很简单可以说完 但是简单说完,未来也非常复杂的情况 因为在2019年11月,香港警察维峰理工大学,大批示威者在校园外围声门 其有与警方发生冲突,理大围城事件 香港警察表示,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即是O记,26号 重新拘捕5名年龄介乎21至31岁的男子,他们涉嫌和 2019年的理大冲突有关,已经被落案起诉暴动 案件将会在7月11日711在九龙城裁判法院系统 所以在香港有心有力,结成苦难共同体的可以一起去参与这个听审 这是重要的案件 警方表示,经跟进调查及杀取进一步法律意见后 昨天重新拘捕5名男子,他们涉嫌和2019年11月理工大学发生的暴力冲突有关 并以落案控告他们合共一项暴动罪,其中一名24岁的男子 亦被控一项刑事毁坏罪,由于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 不会再作进一步评论,即是他基本上连名字都不告诉大家 这件事告诉大家,共产党从来不会画线,说这个之后我们既往不救 然后很多人传过说,已经拘捕,但未起诉的 基本上就不会再起诉,希望警方做这个承诺 不要做这些网抛伤私,网痴乱一些幼稚的事 跟老虎与虎谋皮,不值得跟中共港共,香港警察,国安,公安 全部不值得这样与虎谋皮的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出于善心,希望人家画一条线 就是说在哪一天之前,拘捕或者没有拘捕 那些理大中大的案件到此为止不再起诉了,其实不会的 重新拘捕是会继续做的 第二件事就是说香港现在越来越危险 很多香港年轻人以为李大出来习了名,之后就无事 拘捕了一次,之后一直都是相安无事 有时出去玩一下,都可以,回来就以为风雨不动安如山 其实重新拘捕,永远在路上 不然很多人面对着这个困境 我说这件事很心痛 但我知是很多人会遭受到这个情况 遭受到这个情况是控告暴动罪 最终是10年 3652日 10年的监禁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明白到 香港是险地危地 不要心存僥倖 不要与虎谋皮 我们有冤有路数 但是你与共产党数只是与虎谋皮 我们要有更加万全的准备 能够的就够 低调做 好好做 默默做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OK 这是第一件事 接着我们讲今天的气肉 关于47人案 根据法庭线的报道 47名的民主派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即是47人的初选案35家初选案 45人罪成 其中另外一个人就是刘伟聪 就上诉 被指为组织者的5个人 包括戴耀廷、欧乐坚、召家、延中金论 和审讯后罪成的吴靖康 在26日昨天完成一年两日的求情 早上法庭外有几十人排队旁听 包括动主拐掌来到的大网伯 戴耀廷一方说 他真诚错信初选合法 而港大法律系的陈云毅 张达明、牧师、苏永智 都为戴耀廷赞写求情信 赞扬戴耀廷的贡献 又说非暴力是戴耀廷一生坚信坚信坚信的信念 认罪并成为重返证人的欧乐坚、赵家仁和宗锦伦 即这班金手指 争取50%至66%的刑期扣减 法官问会不会说 欧乐坚是超级金手指 辩方说不会 吴靖亨一方就读出亲自赞写的求情信 一直坚信民主自由的原则 支持初选 但从来没有主张否决预算案 案件下周而继续 将会处理港岛参选人的求情 所以去到礼拜五 去到礼拜四、礼拜五 去到礼拜一就不会审这案 去到下周二才会逐审 戴耀廷等五名被告 在礼拜三即6月26日 第二天出庭作供 记者在庭上观察 他头发花白 额头有少少皱纹 郭乐坚在昨天身穿蓝色的褚衣 扣上颈头颅 赵家宁头发剷光了 身形瘦削 中感伦前阴较短 并不适用 虽然这样说 这个当然了 我们要立此传招 当然黄继明说话是有意思的 是有道理的 但是肯定这班三个法官 国家安全指电法官不会采立的 据颠覆罪的条文 收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 判囚十年以上 乃至终身监禁 积极参加判囚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其他参加三年以下 黄继明在昨天继续引案例陈迟 法庭不应考虑戴耀廷在2020年7月1日 国安法实施之前的行为 就是他觉得不可以这样做 当然了 conspiracy就是 控方摆明是将这件事串在一起 而黄继明说的是罪行法定原则 法不索及既往效力 这件事的话就是 黄继明本于良知法理 逻辑讲的东西 但言者敦敦听者妙妙 法官陈祖行举例问 如果三名法官协议 在7月1日打劫银行 7日之后会被捕 会不会认为事前的资料搜集 是与本案无关呢 黄继明就认为例子不合适 因为打劫从来都是非法的 但涉案谋划在法国安法实施之前 并不违法 不论是民事还是刑事责任 你看得到陈祖行是这么白痴 举一些白痴的例子 黄继明就讲得很清楚 2020年6月30日晚上11点钟就是Cut of date Cut of time 这个之前 不费犯罪 这个之后是犯罪嘛 怎么会将一些所谓的协议打劫银行 7日之后被捕 会不会认为事前的资料搜集和本案无关 这些完全无关的事 比喻不倫 取辟隐喻失当 哦 陈仲恒你真是读屎片的 黄继明资力给你钱 一下已经将你DQ 哪个法律强 哪个法律不强 哪个逻辑上你强 当然黄继明啦 但形格势这样嘛 现在这样的法庭是厉害的嘛 总之 陈仲恒这些笑柄的说法 未来一定刻在香港恥育博物馆里面 另外一个国安法官陈庆伟 其后问 如果有人愚笨地把打劫银行的意图写在纸上 其后另外两个人与其两个人达成串谋 警方检取这个纸张 可不可以成为证据呢 黄继明就说两者情况不同 陈兴伟就开始和他反驳 就说打劫的谋划是在一年之前已经精心策划 侧疑为何不能考虑在内 喂 陈兴伟 喂 陈兴伟 就算你考虑在内 你不可以将谋划视为一个犯罪 除非当时打劫是有清晰的common law 或statutory law的基础 即已经宣示打劫是一个犯罪了 才会这样 2020年7月1日之前国安法未实行 这个时间做所有的事都不是犯罪 陈兴伟 陈兴伟凭什么 初选并非不合法 初选并非不合法 但其后的事已经和戴耀廷无关 因为他不是参选人 也都不会在立法会投票 陈兴伟一度引用 星球大战 这个地方就是 我说这些庭 基本上已经是求情 不是论罪 他已经奸生砌了45个人 或者加1个人生猪肉 即是说他有罪 现在求情 求情的情况 你要讲什么策划者 那个已经发生在2020年7月1日之前的事 可见这个罪和刑是多么荒谬 王介明讲的只不过常识逻辑 法不索及既往原则 法律未有的时候定立明定不为罪 法律定了才是判罪的必要条件 但这帮法官 诈傻扮懵 读那么多年法律带着假法 受尽港英时代英国好的common law的训练 竟然讲出这样的说话出来 已经这么荒谬 陈众行法官一度引用星球大战的戏情形容 即是很无聊 他卖弄自己看过星球大战 卖弄自己懂英文 他说35加 就是选出35名的白兵 法庭尝试找出哪个人是黑武士 他不许黎尝试 他不许黎尝试 他不是辞出黎尝试 它叫Darf Wadder 就是这个黑武士 这个就是他讲的说法 即是35名白兵是前面选的 但要找出哪个黑武士幕后指示 总之认定戴耀廷是幕后致使 他认罪组织策划实施 戴耀廷黑武士 我们哪个时候做得一样 这个就是现在的香港的法庭 有他说没你说 不说逻辑不说常识不说法理 黄继明就说 在国安法之后 戴耀廷已经不能控制或主导之后发生的事 陈庆偉法官就问 7月1日之后 谁是负责人第二被告吗 是不是 就是他说 你这么说是不是第二被告 是不是欧乐軒呢 谁是负责人 7月1日之后 因为组织者只有两名 欧乐軒文言一道发笑 黄继明就说 戴耀廷曾经在7月 在Facebook发帖交代 他已经休息了 已经不再做了 法官李运腾说 赵家言曾经公称 戴耀廷在8月问 可不可以资在100万做民意调查 黄继明说 就是戴耀廷的律师说 同意戴耀廷在7月1日前 有领导角色 但当时尚未是不合法 意思是当时还是合法 又说戴耀廷不参选 也无法指示其他人 在立法会投票 因此戴耀廷不属于 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 黄继明期后 希望就中国法律条文 再作陈词时 陈庆伟下令先小休 再决定是否需要黄继明 不会接纳三项 包括戴耀廷在国安法前的行为 与其聚集无关 戴耀廷在国安法后 与本案没有或角色轻名轻微 另外戴耀廷一方无需花时间 就中国法律列出首要分子 或罪行重大陈词 这些全部都不会做 就是换言之 你不用说了 说多无谓 不要再引用什么中国法律 我不听 意思是这样 这些法官很奇怪 昨天说过 想卸责给控方 你告诉我 你那四十几个人 究竟放在三个batch 哪一个batch里面 控方说你不要耍我 法官你自己解释吧 今时今日 辩方求情 法官跟他争论 这些是一个 有common law trial应该要有的一种做法吗 绝对没有这些事 求情信说 王继明指出 除了戴耀廷亲自赞写的求情信之外 也有三人为戴耀廷去写信 分别就是港大法律系教授陈文毅 首席港师张达明 和中国基督教播道会 恩福堂创堂牧师 苏永志 庭上没有直接读出求情信信的内容 是由王继明归纳重点 说陈章 就是陈宏毅 张达明 都是赞扬戴耀廷在港大和法律界的贡献 例如写过不少法律文献 在教学上获奖 提及戴耀廷推动基本法 人权方面 及公民教育 曾经获得授予荣誉分章 又说戴耀廷一生追求法治 争取双普选 王继明继续说 王继明是戴耀廷的辩护律师下 就说陈王毅 确认当时有不少认为初选合法的看法 并引述报道提及 叶刘淑仪 湯家华 谢伟俊的说法 说当时没有人肯定 说法 指初选是违法 说可以反映戴耀廷是真诚 但错误 相信初选合法 这件事就是说 他对于 negality的问题 说真的 你对negality的knowledge 在三百多页的判识里面 这三个磨碌法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对于合法与否 违法与否有错误认识 不影响你定罪 当然我肯定知道 这帮法官又会有 都不影响你判刑的 后面这句说话是很荒谬的 而前面那句说话都是荒谬的 因为为什么呢 原先的国安法条文讲得很清楚 其中一个构成要件 就是香港叫控罪元素 就是以武力 或者以威胁使用武力 或者其他非法手段 那你如果不认识那个非法手段 怎么可以呢 这个构成要件 一个控罪元素 这条是很特别的 其他情况 你对 按照国安法的这条条文 如果按照严格的法律解释的话 你即是要当事人认识到 他所做的非法 武力 或者以武力相威胁 或者同类性质的东西 而非法的行为 你即是没有证明到 戴卫庭如何认识到非法呢 现在去到求情阶段 判了你有罪了 今天陈宏毅 我给他一个credit 在港大法律系 开宪法的科 就是说开基本法的科 就是两个老师而已 基本上两个老师 现在我不知道了 戴耀廷和陈宏毅 通常戴耀廷那班 很多人上课的 陈宏毅那班 因为陈宏毅是帮共产党 做很多事嘛 基本法什么什么小组啊 认识的时候为他明来开道啊 试很多文章啊 两面都讨好 但基本上都是帮共产党做事 但我对于求情商这件事 我要肯定陈宏毅的 为他起码都是帮戴耀廷 说回说话啦 知道没什么大用 真诚但错误相信初选合法 这个基于陈宏毅的说法啦 当然初选合法 但是共产党要 就是这些国安指令法官 扭曲到是不合法 接着说戴耀廷错误相信得 但起码陈宏毅说了这句话 真诚是honest belief 他honest的 他没有完全觉得有任何的 认为初选是犯法的 这个陈宏毅都是饼不直说 这个我要肯定的 另外苏永智就提及 戴耀廷是基督徒 对教会的贡献良多 也关心警察和学生之间的潜在冲突 陈宏毅这个法官就说 但占中 按量刑时有考虑非暴力的因素 王介明就是 重申 非暴力 是戴耀廷一生所坚信坚信坚信的训练 non-violence has been a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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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ief for D1 first defendant all his life 也没有做出暴力行为 陈宏毅就说 控风已经清楚讲过 本案控罪不及暴力 即我不管你说什么 我管你是不是讲都没用 我不听 说都没关系 黄介明就继续说 戴耀廷一直主张非暴力 他写出文章看出揽炒十步 也只是理论假设的情况 重申他是真诚 但错误相信 涉案行为不违法 黄介明提出另一个求情因素 判刑时考虑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已生效 即23月立法生效之后 程教说不为危害国安的被告减刑三分一 除非不会不理国安 李云腾质疑已有案例 法庭量刑的时候 不应考虑程教署的做法 又说戒时在囚者的行为 超出法庭负责范围 总之我不管 在囚者的行为是不是行为良好 是不是可以减 到时候程教署算 总之我不管程教署怎么做 你说不可以减三分之一 要我现在在法庭减三分之一 给你 我不会跟你理解 总之 依然故我风雨不动安如山 共产党要我做的 我以得的会做到 即是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说 另外黄介明确认 戴约庭在保释等候上诉期间犯下本案 控方确认戴约庭在2019年8月15日 由上诉庭 附庭长墨基治批准保释 翻查资料 戴约庭是因为2014年占中案 被裁定 串谋犯公众防妖 是莫他人犯公众防妖罪成 判囚16个月 黄介明完成陈迟之后 为戴约庭申请下午不出庭 翻回去 不再见这帮人 并说戴约庭也不会出席 如下的求情日子 或法庭批准 即戴约庭 可能要到宣判的时候 才会出现 三名重返证人 欧乐宪、赵家言和宗錦伦的代表 也都完成陈迟 焦点在于他们成为控方证人作供之后 可以获得多少刑期扣减 大家开始讲价了 讲刑期了 另外是否适用国安法第33条 从轻减应处罚或免除处罚的情况 欧乐宪、钟感伦的代表大仗是陈慕言 提出为两人减刑50% 其中为欧乐宪求情的时候 陈慕言就说戴约庭一方 对戴约庭一方主张串谋罪之下 国安法第22条刑罚分级制 不适用本案一事保持中立 即是说我先不与自评 李运腾追问 但若有助欧乐軒就会采立 那么你会看到陈慕言就说同意 庭内即传出小声 我觉得这个大仗很奇怪 你一方面讲中立 另一方面就说 那你对欧乐軒有利就会采立呢 同意的 那么你为什么开始讲中立呢 是不是 即是这件事很奇怪 那么大家知道 为什么大仗 说完这些说法 你为欧乐軒变腹 那yes就yes,no就no 何来中立呢 为什么你的性格这么像欧乐軒 那么奇怪呢 然后李运腾 就是李运腾就说 认罪同时想庭作证的被告 一般可以给50%的认期扣减 比如原先判你三年的 现在减到一年半 原先想判你六年的 可以减到三年 那么50%认期扣减 因为你认罪又想庭作证 就是帮助恐慌 那我问 以欧乐軒的情况 会不会提出 多过50%的扣减 那就是说 法官就说 一般呢 就50%了 你们 不会再叫更多了吧 再叫更多我们再审着 但是你不叫那么多的话 就50%了 那么陈慕言说 不会 就是慕言之呢 他完全不再讲减 那这件事很奇怪 如果你真的为欧乐軒打官司 你是大壮 无论我对欧乐軒有什么情感都好 无论我不喜欢他都好 你是他的大壮 你是要为他打脱这些官司 是不是 好了 他有罪认罪了 你应该尽量去减 但是你竟然不再要求减 我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这件事都讲好数的呢 这个机会很大 是不是 李运腾问 是不是要先杀取指示 但是法庭没有暗示 纯粹提问 陈慕言其后答要求减60% 喂 人家问你50% 你会不会提出多于50%扣减 你说 不会 然后问 喂 你可以杀取指示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 我要求60% 喂 这个陈慕言大作 你搞什么鬼的 一时一样 十秒不到你立刻变 有没有搞错呢 身在被告难的欧乐軒 就笑着摇头 言身庭被告随即轻声讨论 并有人说 神经病 这些说法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这样要求更多 你有没有跟被告谈过呢 你是被告律师的 如果你谈好50% 50% 就50% 突然之间那60% 你说要60% 那么那陈慕言就摇头了 是不是 然后很多人就说 你不如减了 减100% 跟了100% 神经病 即是觉得陈慕言 你真是black list 这个大状就行了 怎么搞错 搞什么鬼 法官先后追问 为什么是60% 而又笑问 为什么不是90% 你们都好像街市 卖菜讲价 50% 60% 70% 80% 90% 不如一巴笨 其后 李云藤说 按例子 超级金手指 Supergrass 可以获得 三分之二的刑期扣减 这个就是规则 认罪 出庭 做重返证人 控方重返证人 减50% Supergrass 超级金手指 减到66% 就是三分之二刑期扣减 OK 你又不讲66 你讲60 请问这个根据是哪里呢 三分之二的刑期扣减 你是Supergrass 你是超级金手指 你要超级金手指 你就在法庭论辩 证明他是不是Supergrass 即是说他证明的重点 已经是全案非常重要的地方 你会看到其实 未至于去到这个地步 他问 陈慕言 会不会认为 欧浪坚属于超级金手指 陈慕言说 留待法庭决定 喂 你做人家的辩护律师 你是不是要减到66% 你说50% 60% 人家说可以减到66% 为什么你不要减到66%呢 那你如果认为66% 你要去 说出了 他怎么样是超级金手指 但是你要不说 你留意法庭的决定 你做律师是不是合格呢 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 陈慕言说 那那那那 说给你一晚时间 动高床板好好考虑 这个陈慕言 明天回来再陈池 临近退庭 陈慕言说 确认欧浪坚 只要求50%的扣减 那就是说 你难道没有和你的客户 欧浪坚谈过这件事吗 那欧浪坚只要求50%扣减 你竟然说60% 那欧浪坚就是摇头了 欧浪坚文言用力点头 双手普拳 就是我不要求更多了 50%算了 整件事我觉得这个大藏真是脱落的 欧浪坚减50% 说真的减了很多 这个就是他一开始的要求 而他所做的事 其实我觉得 会亦都在历史上记清楚 是一个完全第一 没有资格再从事民主运动的人 他的魄力承担 变来变去的事 大家有目共睹 由以前我的D100做事和他接触 我都发觉他有这个问题 但不知道他竟然冲回来 由日本冲回来香港 以为他承担罪责 以为他承担罪责 担不起做金手指 但不是超级金手指 50%就是这么多了 当然我认为他承担罪责 和赵家言的公辞是关键的 而他们要求50% 我再认为他承担罪责 我不管他减多少 我都希望他快些出来 但我认为这个人不可信任 也都不会觉得这个人 是真真正正的同路人 是 他是惨的 我不会blame the victim 她是victim 我们会觉得这件事 不应该判她半日监 但我更加认为 她不应该 为了保护自己 而去 讲假话 甚至 爆人的阴毒 有些东西你根本 没有需要说 因为你说的话 如果害到自己 如果帮到自己 都无所谓 但如果你说的话 是令人家 加刑 变成了人家的关键 入罪的证据 而这件事你没有责任说的话 为什么要说呢 这个真是问题 其他的减刑因素 陈兄伟就说 欧乐坚在国安法实施之后 采取数项行动减轻 deescalate本案犯罪 例如在中联版 发表声明之后接触代表对话 在facebook发声明宣布退出 又和其他被告讨论或通知 他们自己会退出 最终也成功说服赵家言一起退出 陈兄伟就说 在组织者已解散之下 就算其他参与者延续谋划 都不会有效 因为已经没有组织者 李运腾又质疑 初选已经是7月12日已经完成 欧乐坚期后一两天内退出 组织者在当刻已经无需就初选再做事 陈兄伟说 届时35家已经不具合法性 李运腾在此 但抗争派在7月15日 在无组织者之下 参与下举办记者会 陈兄伟说 欧乐坚当时已经退出 不会再进一步陈前 另外又说 这个是 欧乐坚当时真诚相信 涉案谋划不违法 也应该是减刑的因素 OK 所以会减刑 所以究竟判了多少 才减刑一半呢 这个就是问题了 总之就是50% 就中感论 就是D4下 陈兄伟直言 当然法庭不认为他的口供 如欧乐坚般有用 这个就是point 欧乐坚的有用 就可以入他们嘴 将整盘东西 每个人他的组织策划细节 点出来 做的是金手指的角色 不是超级金手指 不是superglass 他是金手指角色 而欧乐坚的作用 赵家然的作用是大的 OK 陈姆言答 中感论参与程度有限 帮助亦随之有限 但他已尽力协助控方作供 李运腾问 是不是指中感论 至少帮到控方加强案情 例如帮助助证参与者 有收到协调文件呢 陈慕言就答 同意的 OK 即是说你的证供不是很有用 不过有些少少用 看看减多少 至于赵家然 他代表大壮利心 就提出为他减减66% 即是超级金手指 就是刚刚说了superglass的条款 因为赵家然尽力协助控方案情 应该达到超级金手指的级别 我认为呢 我觉得的研判某程度上是对的 OK 你问欧乐軒的证供 与赵家然的证供相比 赵家然说的东西是更加入肉的 那究竟可否达到超级金手指呢 看看那个判断 但是变方的证人 就是赵家然的代表大壮 就不是刚刚的陈慕言 是个利心 真的与赵家然达成的共识就是66% 李运腾就说如要达至超级金手指 他需要是冒人身风险作供 即是说他冒着人家人身风险依然作供 利心就说明白 如是如此不会坚持 说可以 那我证明不了嘛 yes 你被你拆破了 我66% 喊架 原来你要这么强硬的 我不跟你争了 这三个法官争了 我减凝福度 可以在40-55%之间 我真是不明白 50就是50 怎40-55%之间呢 我真是不明白 你问利心为什么 这帮律师想起来很奇怪 不知道是不是抛一抛 随便说的 人家的生命自由是什么呢 你客户的生命自由是什么呢 是一个大问题 利心又提出 国安法第33 括弧1、括弧3条 参加 身在延伸庭的何桂南代表大壮 Trevor Bill 文言大笑 哇 那都是积极参加 是不是 应该是首要分子 是不是 这个很有趣 利心就另外就赵家仁的角色 但不争议呢 赵家仁有积极参与的 那积极参与三至十年啦 如果减三分之一 十年减三分之后 就坐三分之一了 现在你说到吗 不要三分之一 不要减到三分之一了 减一半啦 那坐五年 十年就变五年 如果最低的bench round 三年 如果重庆处罚三年 就减一半坐一年半 就是他打算这样讲 利心又主张呢 就是重要他是减 讲个重庆处罚 就是三至十年这个bench里面 点一点出来啦 减轻处罚就是三年下面 点一个点 而点了一个点呢 再要因为做超级金手指 希望减三分之二 减不成 那希望减四十至五十分之一 就是越错越少 可能呢 转头出回来的 利心又主张呢 例如颠覆罪 分级的这种情况呢 是刚刚说的 那这个就是 讲完这个赵佳言的了 接着我们讲呢 吴正亨 代表吴正亨的大壮石书铭 就说吴正亨是没有案底的 控方案中指称 即frame吴正亨是一个组织者之一 但随着证供揭露transpire 可见吴正亨并非组织者 亦非积极参与者 他认为是一个其他参加者 石书铭说 吴正亨由一开始 就是自行推动三头三不头计划 过程中只是和戴耀廷沟通 没有和其他被告联络 就算是法官裁定谋划一部分 他角色只不过是辅助政策 ancillary 着目之处是初选35格 也都不曾主张否决预算案的 其实按照这个逻辑应该无罪 当然我认为吴正亨是无罪的 李运腾打断 就说至少吴正亨知道涉案谋划 石书铭就说明白 但未能够从证据判断吴正亨的参与程度 陈兴会就说吴正亨大傻金钱协助大耀廷 spect a great deal of money 李运腾就补充说 在苹果日报刊登投版广告 就是很重要的证明 石书铭回应说 不会说是一个小数目 但要视乎吴正亨本身有多少资源 而广告本身只是讲述投票初选 李运腾反驳就说 那是为了确保35家计划得以成功 石书铭就说 吴正亨是止于此步 他会进一步说取得35家之后的部署 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等等 其实这件事已经讲到有没有罪的问题 那你讲到二人的问题就觉得 你不要搞那么多事了 他参与好未的意思就是这样 石书铭其后读出吴正亨亲自赞写的求情信 提及他早年移民澳洲 因为工作再回来香港 他说从无舍触政治 但一直坚信自由民主原则 相信选举能防止走向 专制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虽然是平凡人 他感到有意无作出贡献 因此才发起三头三不头的运动 这就是求情 另外刚刚讲了四个人 戴耀廷说很详细 接下来说到欧岳轩 赵家然同一位律师 接下来说石书铭所辩护的吴正乞 另外同案被告分别干排两个延伸庭的旁定 包括黄之锋 中余慧明 袁家为 吴敏仪 何桂南 黄碧云 黄之月在其中一庭 斯德来 郑达红 彭出奇 梁访为 吴建伟 冯达进 就是另外一庭 另外 周二 在延伸庭旁听的 谭海邦 刘永康 周嘉诚 周三就获安排在政庭去旁听 并坐在戴耀廷的前方 部分被告的法律代表 也在延伸庭旁听 包括大律师 Trevor Bill 陈世杰 张耀良 黄庭光 以及律师 都会成立的 所以大家清楚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我会觉得 我听完之后 就觉得心里很深谱 就是 今天 无论是 上面的法官 还是下面的大仗 就是 我是说大仗 只是说陈慕言 为什么这样的表现 是不是 觉得很深谱 我们很希望大家明白 记取 我们心里面 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 我们心里面也会记得这些人 而记得 不只是这些人 我肯定这帮人会跟大家说 不是要记得 这帮人这么简单 是记得香港 是记得香港人 是记得我们还要完成 完成我们未完的梦想 就是光复香港 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 这个时刻要忍 这个时刻很多人要忍 但我们一定会有一天达成梦想 有信念 有希望 坚持下去 是他们这帮人 我不是说赵家仪 偶乐卿和冲金 我说戴耀廷和其他很多的被告 绝大部分的被告 所坚持的东西 他们的坐监是为我 为大家坐监的 我有责任说的 我不理点击的 有责任说的 我不理流量的 我有责任说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他们 他们好像每一天夜晚的星神一样 永远好像北斗星照着夜空 我们有时候低头做自己每天的夜夜夜夜的工作 但希望每天仰望星神 都会见到这帮人的精神依然存在着 我们不会在这个地方有任何妥协 大家加油 下一次再见 谢谢大家